1951年7月朝鲜战场 经过我方志愿军发起的五次战役 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 不仅打过三八线还光复了汉城 把所谓的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 老美不得不答应坐下来谈谈 然后在板门殿 双方就划分军事分级线的问题僵持不下 最后美方代表甚至直接叫嚣 那就让炸弹和大炮去辩论吧 这句话传回国内 教员对此只是简单的一句回应 激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至此抗美援朝保驾卫国 就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 在国内不论行业不论职业不论贫富 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 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 有国主义有道路门 以后是有爱是好人 或者买过去将来的什么政策 由他们做决定 就是说他们要打赌酒 就打赌酒 一时打到 换成胜利 大家好 我是真实军 1951年 朝鲜战场上五大战役结束后 双方进入到相扯阶段 此时拼的已经不是两军的战斗力 比拼的是两国战略储备 要知道 打仗最消耗的便是武器装备 可面对世界上号称头号的军事强国 用于制作武器用的原材料钢铁 美国光1950年的钢产量 就达到8700万吨 而中国只有可怜的61万吨 那时候别人叫大炮为战争之王 可志愿军一个军只有31门大炮 而美国一个军就有1500多门 相当于他们是靠钢铁武器堆起来的一个军 而我们是靠有血有肉的人堆起来的一个军 这场力量悬殊 但又不得不打的立国之战 使全国人民紧紧抱在了一起 迅速在国内就掀起了一场 轰烈的抗美援朝捐献运动 注意 这可不是一场我们所了解的捐献活动 当时它叫爱国增产运动 人们不是自己有十块捐一块 而是自己有十块捐出十块 然后自己再加班家庭工作 创造三块再捐出去 如果你有幸生活在这个年代 你会看到 人们每天起早摸黑工作 并不是为了自己多挣一分钱 而是希望能把增产增收的收入去捐献成飞机大炮 送到前线打击美帝 像北京石井山钢铁厂的职工工作热情空前高涨 每次都是车间主任来催促大家下班 但大家满脑子都是抗美援朝的增产任务 通过增加产量为抗美援朝捐献了一架石井山钢铁厂号飞机 甘肃玉门油矿的全力职工在短短八天内用加班加点的增产所得 为国家捐献了一架石油工人号 还有四川简阳县的棉笼们发起一斤棉捐献运动 说是家家户户捐献一斤棉 但是大多都是几斤甚至十来斤的捐献 在两个月内就捐献了两架棉笼号 更有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们也通过放学后捡粮食 打柴火换来的零钱捐献了儿童号和中国少年先锋号 还有一些资本家在国难当头都纷纷慷慨解囊 有钱捐钱有物资捐物资 捐献最多的是著名的荣氏家族 一口气直接捐出七架飞机 大家看到这个飞机可能会比较疑惑 这里解释一下 当时国内为了更好地激发大家的捐献热情 所以统一用飞机大炮为计量单位 以明确捐献人民币旧币15亿元为数 就当作捐献了战斗机一架 25亿元就算当作坦克一辆 捐献9亿元就是大炮一门 当时的人民币旧币1万元 大概等同于我们现在的一元 截止到1952年6月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全国各行各业人民 共捐款项可购战斗机3710架 当国内捐献运动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 极大的给予前线的支援军巨大精神鼓励 支援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明显改善加强 周总理看到这一结果是评价说 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和群众结合的运动 他的力量是不可击破的 也就是由于这次全国性运动所展现的凝聚力 让美国等一众西方国家为之震惊 他们诧异 政府之间的战争 他们的公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热情 他们不知道的是 中国人民独有的凝聚力 已经让我们从过去的一盘散沙 深深凝聚在了一起 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本期视频不长 这使君单独拎出来讲 就是想让大家沉浸时感受一下 这场捐献大炮的运动 感受一下当时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的热情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爱国 但爱国永远不是口号 当国家需要 你会像当年的他们一样 献出所有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史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